新北市某私立幼兒園 孩童體內疑似有 巴比桃炎類的管制藥品 食藥署在今天公布了積查結果 今年開始到本月10號為止 針對管制藥品的實地積查 暫時沒有流向不明的藥物 而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 更再度喊話 要求有心者不要再散佈市體拖延 新北市某間私立幼兒園中 部分孩童血液 為何驗出微量巴比桃藥物殘留 後續再做尿液檢驗 共26人陰性剩下一人檢驗中 外界質疑尿液檢驗拖延過久 如果體內就算有藥物殘留 早已代謝 真相恐怕更加不易理清 不僅不要製造假訊息 尤其是我們的院長 甚至是副總統 違反了一直要做的 中央一直想做到的打假訊息 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回籍 所有檢測都是配合 行政司法調查處理 而根據檢調資料 學童在之前的檢驗中 之所以驗出巴比桃藥物殘留 有三大可能性 包含直接用藥或是服用其他藥物 造成相互干擾 也有可能抽血檢驗出現胃氧性 醫界專家則表示 尿液檢驗中未檢出 不代表沒有用藥 接下來只能靠準確度更高的毛髮檢驗 而食藥署也公布管制藥品 最新的盤點情形 國內持有登記證的機構或業者 共有1.7萬加次 而今年上半年 積合5,499加次 查到131加次違規 不過多以行政疏失占多數 截至6月10號為止 查核包含醫院診所 藥局跟售醫院 發現巴比桃藥類管制藥物 都沒流向不明 到底幼兒園內藥物來源為何 只能靠後續檢驗理清 接著我們報導